今天来用四川话给大家分享一道老铁的菜 食材有羊鱼、茄子、青椒、甜椒不喜欢都可以补放 所有食材都先把它切成块 切好的羊鱼里面加入一点清水把它点分歇了 青红椒直接把它切成菱形 这个大蒜用祖传的包刀把它撇碎 再切一点姜葱末 锅里开始烧油五成油温下入羊鱼先炸 羊鱼炸熟过后把它捞出来 然后把油温烧到炉成热下入茄子再炸一下 炸茄子一定要高油温炸 如果油温低压的话茄子炸就非常的稀有 再加入青红椒一起锅还有 茄子已经炸熟了把它捞出来先控油 锅里面有一点点油下入姜葱蒜米 这里开最小火先把它炒香 来点蚝油 再来点生抽 加烧血水 再来两点老抽 调点点毛毛盐 再来点点白糖增味提鲜 用水豆粉勾的钱 这钱勾的不要太厚 点点香油 下入刚刚炸好的茄子跟羊鱼 打火快速翻炒均匀 出锅装盘即可 最后撒着人精的葱花 今天非常美味的 底三千九一斤组好了 这是一道第一道东北菜 纤纤维非常的浓郁 也非常的下饭 如果喜欢记得有你发彩 双手点个赞 下面想念给大家尝尝看 味道怎么样 金黄色的哦 用一首歌来形容的话 就是不错不错 味道好极了 用我们四川话说叫做 八十的八十的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